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必要万段啊 有两段就够了 再说燕王要杀贫僧 如断草芥 何必去麻烦皇上 把你交给皇上 才能洗清泼在我身上的污水 贫僧这点污水 竟然能让王爷干火大旺 这切加说明贫僧的药正对上燕王的心病 燕王杀我 不过是为了自救 我与你素不相识 来御明寺只是为了还愿 再说本王光明磊落 有何心病啊 没想到你却在本王面前说了一堆不着边际的风话 贫僧从来不说风话 续句都是大实话 当今世道越是大实话 听起来越像是风话 已经死到临头了 还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 其实国丧期间燕王本来是该戴白帽子的 贫僧这么说并无错误 王爷为什么这么多心呢 刁钻鬼变 本王这几天已经查清楚你的来历 你十四岁出家顿入空门法号道眼浪迹四方 你这个大主持从来不修佛学正教 却喜欢钻研阴阳一笔纵横之术 我看你啊 是个拿着佛珠的阴阳家 是个披着袈裟的乱世枭雄 阿弥陀佛 生我者父母 之我者燕王殿下也 好你个破皮和尚 你妖言祸众乱我大明江山 你不认识你是本王应尽的本分 我一定会让你滚出一名寺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铁平大将军刚从云南带回了小二百的晋升 皇上谁也没赏就赏了燕王 这要是选着了谁 那是谁的福气 公公真会说话 一会儿呢 你就帮我挑一挑吧 敢为王妃想用什么样的太监呢 聪明可靠 忠于主子 善解人意 王妃请看那边 那个孩子似有过人之处 长得也挺结实的 乍进宫啊 所有的这些孩子都吓得战战兢兢的 不敢抬头啊 那个孩子却是冲辱不惊 整整一个晌午啊 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可谓少年老成啊 据随行的将士们说 这群孩子当中 就属他的心气高 血姓旺不怕死 要不是奉旨入宫为奸 铁平将军还真想收他为亲兵呢 是 施主有何见教 我家主子恭请道爷大师 到城外望贤庭一聚 想当面请教 你的主子就是燕王吧 大师 您请 贫僧乃世外之人 对达官显贵不感兴趣 喂 你这人怎么这么小心啊 王爷是要当面向你赔罪 燕王怕打扰您做功课 他在望贤庭上 已经恭候您一天了 好 叫什么名字 马河 今年多大了 十二岁 老家在什么地方 云南 一个荒蛮不化的地方 云南不是荒蛮不化 云南有沧山而海 云南是天下最美丽的地方 放肆 你读过书 识过字吗 学过几年汉字 还有回文 你还会回文 曼公公 拿纸和笔来 是 大师 小王曾在寺中冲撞大事 多有得罪 还望大师多多见谅 阿弥陀佛 道眼大事 是 前次玉明次相见 不乃惊惩耳目众多 小王不敢知书凶义 烦劳大事今日一聚 只盼 能结小王心中郁闷 事已解惑 笑话 好可怕 唐唐唐的燕王还会有什么烦恼之事 武后先是 再过几天 小王也将返回北地 可我实在不忍心离开年迈的父皇 好可怕 善哉善哉 难得燕王有如此孝心 小王说的是真心话 你可以这样对我说 但是你没有机会骗天下人解释 恕贫僧之言 这京城你是万万多留不得的 此次燕王先各路王爷进京调校 看似人伦天理 实则极容易暴露燕王领先于诸王的宏图大志 大志搭救诊 朱棣末尺不忘 皇上让燕王镇守北平 这是你将来成就事业的最大本钱 北平本是元大都 为一代熊主忽必烈所依众 如今你授封燕帝 镇守墨北 统帅大明最精锐的熊师 一手掌控着朝廷的安危 你首先应该看到你父皇的良苦用心 更应该卧薰尝胆 忍辱负重 皇爷只要好好的经营 未来必然是一飞冲天 愿大使指点迷津 不错 这回文连我都没见过 算是有学问了 起来吧 马河 这支玉佩 我就赏你了 谢谢大娘 可我不能收 大娘 王妃面前竟敢胡乱称呼 犯上作乱 你继续说 为什么不能要 我不能要别人的东西 嗯 不错 但是今天我不是别人 我是你的主子 主子赏你的东西 无论高低贵贱 都是恩典 拿着吧 谢谢主子恩典 贫僧最信服的就是 诸生的九字策略 高筑强 广极梁 缓称王 平生要将这九字方略略加改动 转赠给燕王 多交友 少数敌 杨王如能放开雄军 那将如虎添翼 不愁大事不成 建其功 既然你父王已经说 燕王是最杰出的 那 你的锋芒就必须收敛 功高 但绝不能占主 功勋仍要多见 否则你就不足以让皇上刮目相看 为妄也盖不住朝野 阿弥陀佛 天意如此 言王奈何 贫僧奈何 大事一句话 真如当年诸葛亮的龙中对也 诸葛孔明乃大贤大德之人 贫僧从未想过要与圣贤比肩 但我佛慈悲 贫僧只要一息尚存 营养为普多众生而鞠躬尽瘁 如果燕王也能帮助贫僧事宜解惑 我或许可以出山 大事 随我北上吧 贫僧虽是无容之人 但也归皇家的僧禄司管下 说跟燕王去北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只要大事愿意去北平 小王今天就向父皇请求 以什么名义 小王已经想过这件事了 去寺里做个主持 每日为母后祈祷 燕王真是一箭双雕 请 费 你可回来了 王爷 一路安马劳顿 快回屋歇着 你快松手吧 这么点小个的人就挑个个少的班 箱子里都是贵重的东西 别给摔了 放下放下 快点放下吧 快放下 我能行 皇上恩赐的小宦官 一路上不多言不多语的 倒是挺听话的 哼 这个太监 十有八九 是朝廷的耳目 这个小太监 是贫妾在武门广场 直接挑选的 还没进过宫呢 父皇对我真是欺望殷妾啊 大哥身体如何 好像不太好 面色青黄 目光呆滞 说话的时候还咳嗽 好像一直在病中 父皇年事已高 大哥又如此体弱多病 我身在燕帝 也不能替父皇分忧啊 奴才马河叩见燕王王妃 进来吧 奴才马河谢燕王王妃的赏赐 起来吧 谢燕王王妃 你怎么没换上 鬼王妃的话 奴才怕失了礼数 谢过燕王王妃后才能换 那你现在就换上吧 是 为什么不把坏衣服脱掉 这件衣服 和奴才一起度过了生死关 是奴才唯一的一件东西了 奴才舍不得丢 想留个念想 从云南来到京城 一路上你们受了不少苦吧 死了好几个呢 这次就我一个人来到了北平 那其他人都分哪儿去了 黄景洪分到了秦政殿 十三喜分到了昆宁宫 李平山分到了司礼剑 小五子分到了兵杖局 韩玉儿分到了御膳司 内庭十二戒二十四衙门都有 看不出啊 你还真有个好记性 不是奴才记性好 是因为 那些小太监和你关系如何啊 他们和奴才一起 一起被刀割过 闯过鬼门关 生死与共 情如兄弟 你还真是个 重情重义的孩子 去吧 谢燕王 皇妃 王爷 看上了这个孩子 把他留在我身边打杂吧 王爷你还不知道 这个小马河呀 出生在鸿门之家 他的祖父 都去过十万里之外的天方朝圣呢 怪不得他有如此天资呢 燕王有令 有请部政使胡大人进见 有请胡大人 来 亲命北平部政使胡城 拜见燕王殿下 胡大人请急 大家都是朝廷的臣子 小王岂敢当此大礼 谢殿下 请 燕王是三席临门 其一 燕王智取前缘余孽 平定末北 降伏兵马四万两千 夺马牛羊无数 文治武功 堪称天下楷模呀 末北之战 实乃仰仗父皇天威 侥幸成功罢了 这第二席 皇上已有旨意 此义收乡的三万蒙古铁骑 交给燕王吉治 这第三席更不得了啊 皇上在谈到燕王的时候 龙颜大悦 亲口对下官说 朕诸皇子当中 唯有燕王的文韬武略 人孝宽和 最合朕义啊 父皇过誉了 小王不过 是尽忠尽孝而已啊 燕王的自迁事须 下官给燕王带来的大理事实啊 燕王请看 这是兵部奉旨派送的赤书印信 下官承交燕王 请看 多谢胡大人 如此一来 燕王就成了大明朱皇子当中 统领兵马最多 地位最重要的藩王了 燕王的权威如日中天啊 胡大人什么意思啊 燕王误会下官了 下官愿追随燕王安牵马后 胡大人 你我同朝为臣 大明只有一个日头在天上 那就是父皇 咱们可别忘了 是在给谁当差啊 北庚可见 南庚亦可见 南庚星齐壮为十 可称为十星 苏 南庚星背何称为十星 告斥 我 我不知道 王爷再三吩咐 让在下将天象之学授予你们 如果都像你们这样听而不闻 视而无睹的话 那究竟是在下的罪过 还是你们的不孝 还是你们对天象学的无师 徒儿知错了 马和 在 你去把王爷请来 让王爷帮我去找高绪 真是如此不可教言 还是请王爷把他领回去 把他摔在马棚里 师父 师父 我听着呢 我听着呢 刚才我讲的什么 您刚才讲 让父王把我领回去 还锁在马棚里 师父 您今天上午刚把我领回来 您又要把我送回去 您脸上无光 心里一定也不忍哪 少耍贫嘴 有功则奖 有过则罚 是 跪下 突然知错了 南先生 您说的南庚星 是不是上下四颗星 排列成十字状 对呀 那是称之为十字星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在家乡时 在尔海边看到过他 是 圣上派胡承来掣肘王爷 说明圣上还是心有余悸 在我心里只有孝众大明 尽力办差 如今啊 也坐在了火炉子上 想当年皇上封藩 共册封了十王 当时皇上只有十子 除皇长子被册立为太子外 第十王是皇上的侄孙 大使真是了如指掌 父皇圣意非常清楚 是让各藩王驻守边疆 拱卫大明江山 这也是天下大乱之争兆 此言差语 正是父皇的风帆之举 才保证了政令的统一军令的严明 燕王一定知道 汉形分封导致了七国之乱 晋形分封导致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 后世帝王有见于此 才取消了分封之治 千年后的今天 圣上再次将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分封之治 来作大明的故国之本 此乃逆天行事 必将冲到八王之乱的覆辙 大使 已竟敢出此不敬之言 儿臣朱棣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燕王朱棣都失燕帝 令反贼臣服将遇安明 朕心甚畏 赐朕西年御用黄金锁子甲一副 以示褒奖 钦此 赐朕 儿臣朱棣 灵之显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王公公一路安马劳顿 辛苦了 哪里哪里 王公公 请上座 奴才岂敢 大海 你看像什么 大海 馬河啊 你见过大海吗 没有 大海啊 就像一个无边的梦 永远没有边际 大海 有咱们大明的国土大吗 比咱们大明的国土大 可大明不是富有天下 是天下的中心 所以才叫中国的吗 我只能告诉你 天外有天 地外是海 在这大明的江土之外 还有说不清的广阔天地 难过 大海真的无边无际吗 古人们说呀 叫远天极地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找啊 这个事啊 其实啊 就是皇上下了一道海禁的御址 海禁 海禁呢 就是不许老百姓和商人下海 为什么不许百姓和商人下海呢 这个 我也没弄清楚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吉调南宣公入京 另有任用 钦此 等您圣上着赌宝甲 打下了大明的万里江山 今日赐予燕王 无疑是把半个衣钵也传与了燕王啊 不许老百姓 父皇刚刚赐我保甲 却又宣走了南宣公 南宣公是本王不可或缺的心腹哀将 石南宫如断我一臂呀 天意难测呀 北方大漠未定 南方江海未平 沃寇海盗称兄海上 父皇采取北打南守的国策 的确是捉襟见肘啊 兵法云守不如弓 弓不如河 大明应该采取主动 平沃寇交海盗 让愚人有鱼虾可打 商人有生意可做 只有四海平放有国家星 只有地利人和 才可奠定江山基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燕王身居燕地 却胸怀天下 这一功老那是替天下万民局的 哼 大事折杀我眼 殿下 创业难 守业更难 此乃千古不变之铁力 恕贫僧之言 皇上治国之方略 尚不及殿下之眼见着实啊 燕王要为天下 为百姓 沈某远律啊 安公 你我香蕉十载 心心相印 很如今 朕舍不得你走啊 他们把我调走 芭城是为了削弱殿下身边那些 能臣贤士 为将来扑啊 南宫的意思是 薛藩 嗯 藩王做大 已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前途不明生死未博啊 还望殿下早做准备 你进京之后要处处留意万事小心 嗯 真要有什么事本王一定会舍命相助 多谢殿下 王爷 在下此此此一别不知何年何月 才能相见哪 哎 宋军千里终有一别 为盼不忘旧情 彼此珍重 哎 王爷 王爷 多保重 多保重吧 王爷 在下九受王恩无以为报 今分别之时 有一肺腑之言赠你殿下 请讲 殿下无以孝节而无社稷 无天下无万民 宁为玉碎 不畏瓦传 招病 包子昏了 招病了 最近这段时间 王府周围突然又多了许多卖东西的 架在一起至少有三十几个人 比前几天又多了十几个人 落驾 王爷 不正使湖城求见 将军 那 Mode 那么热的天 medal 也不到府外凉快凉快 想必是闷在屋子里 为国事担忧吧 后杀这条老狗 父王没传他 他就敢进府 不经通报 就赶进父王的书房 这还不算 听张玉说 父王还没坐呢 他就一屁股坐下了 以为有太子给他撑腰 就敢对父王不敬 真是反了 这口气我可忍不了 得教训教训他 这 你害怕了 这个 二位小王子 千万千万不能啊 燕王和王妃反复交代 现在这个时候 谁也不能惹事 滚开 大明是我朱家的天下 福城只不过是我朱家的一条狗 他竟敢张罪咬我父王 不杀他就够便宜他了 起教 别落轿 落轿啊 别落轿 快快快快 快点快点 来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胡大人的轿子被人给烧了 是谁这么大胆子呀 死人 死人 我后大放弃箭 燃放鞭炮 你知道是多大的罪吗 你们帮不上父王也就罢了 怎么能给父王热这么大的货呢 娘 不是我干的 不是你们干的 这货也躲不掉的 你们知道吗 千里之地 溃于乙穴 是不是你干的 不是我干的 不是你干的 谁干的 说 是马河干的 胡说 你说什么 马河不会干这种事的 不是我干的 你还给我嘴硬 王爷 王爷 你们先出去吧 先出去 王爷 事情来得突然 情况紧急 贫妾 只好职业了 王爷 当下不比从前 功高引来猜忌 势大招来祸端 王爷 孩子放炮事小 但这件事 要是被胡城所利用 在天犹家族的写到奏折里 那事情可就大了 这两个孽障 自己惹下大祸 还要嫁祸马河 我真恨地把他们捆起来 押往京师 向父皇请罪 王爷 万万不可呀 王爷 王爷 不是我护着自己的孩子 让高智高须去顶罪 最终会引火烧身的 家教无德 犹如国体 这两顶帽子 王爷是躲不掉的 眼下朝廷是多事之秋 王爷 为万众所瞩目 风雨飘摇之际 一朝不慎 不仅会前功尽弃 很可能会招致大祸 毁了王府上下百十号人的性命啊 可事已至此 那 那怎么办呢 王爷 把这件事 交给我来办 真不愿意 王妃 疼吗 不疼 挺像个男子汉 不疼 马河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吗 王妃 你闯下大祸了 你怎么能往不正使大人的轿子里放鞭炮呢 王妃 我 我问过高尺高绪了 他们说是你干的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奴才不敢撒谎 那就是高尺高绪两个主子再撒谎了 马河 不要怕 你不是个撒谎的坏孩子 你是个在大义面前勇于救主子的好孩子 如果这个家出了事 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 每个人都要分担一份罪过 如果闯了大祸 那最后剩下的只有四个字 家破人亡 皇后变天 举国大丧 燃放鞭炮 是要灭门的 燕王府上下 九百五十四口人的性命啊 你懂了吗 你懂了吗 我知道 你已经懂了 刚才你给我搬椅子让我坐 你已经懂得照顾我 你还要懂得照顾这个家 男子和大丈夫 不仅要吃得了苦 还要受得了委屈 你不仅要争得起自己的脊梁 你还要争得起这个家 只要有人能够舍生取义 忠心救主 这个家 就不会散 这个家里的人 就有出头之日 王妃 今天我要罚你 罚你替主顶罪 为一家消灾 昨天 王府里出了点意外 有人淘气 把不正是大人的轿子给烧了 国丧期间 出了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 罪不可赦 戴马和 遵命 马和 你把昨天发生的事情从时招来 是 昨儿晌午 我 我在库房里 找到一挂鞭炮 就想拿出来放着玩 从库房出来的时候 正好碰到布正使大人来 我觉得好奇 就想到轿子里去看看 当时脑袋一糊涂 就把鞭炮忘在轿子里的座位底下了 马河年幼无知 不懂得国丧之事 我马河死罪 您就处罚我吧 你们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听清楚了吧 既然是一家人 那今天呢 我就有几句家里的话 要跟大伙说说 你们在王府当差 已经有些年头了 你们应该懂得一个道理 虽说你们的本事 能力有大有小 职位有高有低 但是最重要的是忠诚 是德性 对王爷要忠心耿耿 与王府荣辱与共 王府的太平就是你们的福范 王府的危难也是你们的祸端 这是燕王府最大的规矩 你们要牢记在心终生不忘 马河 奴才在 王爷要带你亲自到布正石府上去赔罪 王爷说了 宁可送上几百两黄金也要保住你的性命 为的是你敢于认错 为的是你保住了燕王府的名节 更为了你对王爷 对王子的忠诚 父皇不是教你们撒谎 让马河替你们顶罪 是要告诉你们 帝王之家无家事 烧轿子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寻常百姓家里 只是一件假事 但这事出在了王府 出在了国丧起见 那就是国制 就可能给王府带来灭顶之灾 危难时刻大义面前 马河不仅救了你们 救了王府 也救了我 你们身为王侯一举一动 会决定很多人的生死存亡 从你们出生的那天起 就已经注定了 你们要有胸怀天下的气魄和胆识 要敢于横刀立马 为国效力 父王我听懂了 父王我听懂了 您不懂 马河懂 马河被绑走的时候 他就知道他可能回不来了 但他义无反顾 椅子里透着一股情 主仆虽然尊卑有别 但是情亦无价 只有上下一心才能忠诚大业 才能忠诚大业 高师高绪 父王的话你们听懂了吗 懂了 懂了 懂了应该怎么办 拜谢马河相救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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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不敢 起来吧 你也起来吧 马河 你受委屈了 我懂你 王妃懂你 记住我一句话 公道自在人心 我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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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看着你 你 我懂你 你 看着你 你愿意壮烈 让时空化作笔墨几菜 好吗 都兴 爱无压抑无边 发挽过 何有帮工澎湃 把风浪踏平 任由我闯荡 让天地不交 花卷回金台 给我一艘船 给我一张发 东方 英雄浩浅穿天王 给我一片海 给我一阵风 世界看我中华 大航 我将来 一定要走到那个地方 那你能带着我去吗 启禀殿下 大师不好 好 竟然